卧龙苍天陨落的首次亮相 就被不少魂系爱好者 或是喜好者忍者组 那道动作设计游戏的粉丝重点关注 我自己也是相当的期待 先前9月在主机平台推出了限时试玩版 官方就通过测试 收集到了大量玩家的游玩反馈 对游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可以直接告诉你 那个时候的试玩版和正式版的体验绝对是有所差别的 我自己通关正式版最最最直接的感想 那就是这游戏有点简单 别误会 它依然有着魂系游戏该有的游戏体验 你可能会因为一次大意 一次操作失误 被手握各种战国冷兵器的士兵将领 达得一败涂地 面对被邪气沾染的死尸 和出自三海经的各种妖魔鬼怪 因而陷入一番苦战 发现宝箱之后 被场在阴暗角落 门墙后的敌人来个出奇不易 玩家熟悉的可不只是三国啊 这些小技朗也同样熟悉 虽然还是会再度中招去使 而化解作为游戏中 可以卸下敌人攻势的战斗核心 你会在敌人使出红光的杀招之后 看准司机 一式化解让气势转复为阵 游手变弓趁身追击 然后在当你习惯了这一套思维打法 养神的化解就立刻攻击的习惯之后 转手游戏在后期所安排的敌人 他有可能会在杀招之后再接杀招 这时你就会因为这惯性而吃鳖 但魂系就是要吃鳖 作为魂系游戏的长期受虐者 你甚至会因此感到惊喜 感到挑战 在这里后期所面对的Boss战 更是个个都会水鸟乱雾 个个都在上跳下窜 吕布的马更是装了个轮子一样 不亏是赤兔马 马中的皇者 你经历过各类魂系游戏的教训 面对敌人先是观察 再见招拆招 只要能抵御住最原始的暴力冲动 抵御住往上前摊一刀 为Boss刮杀的心情 在以武之心等待敌人的触手司机 将其化解一转攻势 这真是沃龙对攻防转换理念的完美体现 游戏中虽然没有难度可选 但特殊的士气系统 让难度有着弹性的变化 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 只要敌我双方的士气 有着等级上的差距 敌人攻击的伤害会提高许多 容错率也会因此降低 就仿佛敌人的每一次攻击 都是最后一击 糟糟致命 但也因为如此 只要敌我双方处在同样的士气等级 那个信心便会从心底油然而生 什么以武之心 等待敌人的触手司机 就要忙 就要冲 一边砍一边化解 打起来是真的爽 游戏制体验版的反馈之后 便调整了化解的判定和喝水的动作速度 化解的实际判定已经宽松许多 在攻击命中的前半秒按下 都能有所反应 只有面对多连段的攻击 才会相对棘手一些 所以严格来说 等待敌人的攻击这一点 其实也没说错 比起相对难糟糟化解的多连段普攻 等敌人用处只需要化解一色的杀招 能带来的回报的收益更高 也更稳定 不过这些体验在面对复数的敌人时 就有所差别了 而沃龙也难逃大部分魂系游戏后期的弊端 也就是无可避免的堆怪来提升游戏的难度 这时候就得招兵买马 随着剧情推进 游戏中可招募的武将多达15位 每次可以招募最多两位作为援军上场 我知道大部分魂系游戏爱好者 都倾向于丹人挑战与通关 但每次与武将共赴战场杀敌 提升杰义等级 都可以获得武将的武器的装备 难道 你就不想把杖八蛇毛拿在手上 不想挥舞青龙眼月刀吗 虽然主线关卡 所以随着剧情有着固定的武将伴随 但要是你真的想挑战丹人通关 也是可以使用道具让同行者奋离 本作的湘亭关卡设计非常优秀 白雪覆盖的虎牢关 被战火吞食的洛阳 大雨纷飞的翔阳 地图本身是各有各的特色 各有各的复杂 不只是野外的湘亭地图 密闭空间的地牢也毫不逊色 其中乌梅这张地图 从在城外开始 顺着藤蔓跳到了城墙上 再从城镇内的通道来到地牢 通过地牢再来到主城内部 这种一层接一层采用巧妙的众生和贯通的地图设计 使得地图的结构相当的完整且立体 地图的构造也不单纯是线性的主要干道 就要在好几条路线 好几层的富士结构上探索 寻找宝匠和发光的物品 被难缠的敌人缠上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寻找牙齐和惊喜 牙齐除了作为沟火用之外 还能提升士气的下限等级 简单的理解就是只要插齐 战斗力的下限就不会太低 也就是说其实是可以直接避开大部分的战斗 以旗帜为目标再打BOSS就好 坏处大概就是每次进入地图都会重置 需要再次跑图重新插齐 虽然地图的设计相当有特色 不过每个地图遇到的敌人也都大同小异 无论是黄金贼还是董卓军 体现差别的主要还是所持武器的动作不同 游戏中的敌人种类摊开来看也许撑不上少 但实际于玩下来又会让人感觉不算多 我个人认为是常见的敌人种类都是那几个 和相同体态相同类型的人型敌人打起来的体验也都不会差太多 因此才会有这种感觉 而相较之下不同妖魔类型的敌人打起来更有挑战 只不过偏布在地图上的类型还是少了一些 游戏中的五行属性不只是充当着角色的基本能力值 也是神兽、奇术、武器的对应属性 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克 但在我主要使用冷兵器的游戏体验下 属性相克的存在感稍微低了一些 不过只要运用得当 在面对附上属性状态的妖魔敌人 可以直接以克制属性打消敌人的状态 打起来就相对轻松 本作有着十种神兽、13法近战武器 套装的属性加成 装备各自携带的磁条也都各不相同 可以进入战场反复刷装 可以镶嵌磁条宝珠 搭配组合方面有着专严的要素所在 并且洗点不需要消耗任何道具 可以自由设定储存多种配装 在牙齐调整冰装一键切换 鼓励玩家随时更换配装组合 以上这些在我一周末的游戏体验下来 可以不用太花时间刷装配装 依旧能把游戏打通 我几乎可以说是用这最初获得的高性武器强化到尾 前半段主要装备就通关了先前的demo 或是这是最终的体验版所附送的装备 好处是奖励装备的强化 不需要消耗材料和铜钱 不过实在是太魁梧了 后期才换上了一身轻装上阵 我花了15个小时把一周末打通 开启了二周末的更高难度 才发现 诶 这些要素是有它存在的必要的 本作并没有New Game Plus 而是直接接续游戏 开启了更高难度的生龙之道难度 这难度下的敌人士气级别上限会提升 但也有机会获得五星的稀有装备 或是富有特殊效果的装备 具体有哪些呢 呃 我还没打死这难度下的张量 莫隆的故事在以三国历史的框架中 结合了黑暗的奇幻元素 所以理所当然的 是有一些改篇剧情的 一如既往的从黄金之乱开始 接着描写之后的战乱世代 但在这改篇之中 依旧会回到三国的重大事件上 整个剧情看下来 就有一种 和我认识的世界线有稍微不同 但果然 世界线终究会收述到 我所熟知的剧情上 还挺有一番乐趣 也因为是三国题材 本作对于人物的刻画并没有特别着重 稍微了解的 知道这个人是谁 他在干嘛 他之后又会干了哪些大事 在期待着官方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诠释这部分的剧情就好 比较尬的是 大家看到我 都是一副我是谁 我在哪 我干了哪些大事 但我知之未提 喜口如今 仿佛一句话就会摧毁世界线 整体而言 卧龙苍天陨落 在士气 气势 以及化解的系统上 有着新奇独特的战斗玩法 所带来的战斗体验和打击手感 依旧是无可否认的爽快 它有着各具特色 复杂且立体 层层堆叠的相亭地图设计 只可惜每张地图所遍布的敌人 看起来差异不大 后期的流程 难免会只想跑图插席就好 而在我的游戏体验下 虽然一周目的流程有不少玩法要素 配装还没深入研究 就以一切匹夫之勇打通关 但二周目的高强难度 还是会让我回过头来重拾这些要素 整个游戏体验下来 并没有什么致命 或是严重影响到游玩过程的缺点存在 最后我的总结是 墨龙苍天陨落 交出了一个魂系动作游戏该有的 令人满意的游戏体验